不算後要下山高雄現在也是越來越熱 就民眾歡迎說 每次去坐高雄坐軍 車站裡面跟外面是一樣的熱 常常都等到整身去看 各自公司也表示 為了配合省電的政策 人坐大站 這整天都會開冷氣 其他車站也都會開電風 再收集民眾意見 減逃改善 機車全卡在五五的車站停當紅頂 不算後的規則在要結束 溫度一直壓軟 直到早上 高雄外面的溫度大約33度 讓我去頭大又拍 但民眾意味到超級簡單 這溫所發現車站裡面也涼不太多 這個電風扇可能不太夠 對 溫度啦 溫度整個溫 整體溫度蠻熱的 開了冷氣吧 這樣比較涼 民眾的頭部一直穿冰 可以看到大天的冷氣好像不在等 外台整的循環電風 下方溫度也有31度 各這車站裡面最協助的問題 每到夏天就常常有民眾歡迎 但也有北部的民眾感覺 還可以接受 差不多吧 台北差不多吧 因為台北那邊人很多 配合政府節能相關政策 目前高雄捷運 各車站之空調運轉時間 細參考季節變化及各站 各時段之旅運狀況 進行滾動式調整 運量大站 越台城全日都有冷氣 各這強調是配合這年進職 也不是每站冷氣都不會冷 像車廂還是美麗多站 頂人比較多的大站外台 運動都會維持在 比較舒適的24度到26度 但民對民眾的歡迎 更在公司也歡迎 會觀察實質素用總控 跟民眾的意見 做後續調整改善的參考 記者談判無可見準 該鄉佛的 好